基隆慈芸市育佛節 大廳內助力一座育佛亭 法師莊嚴誦經 信徒雙手和食 全程拜佛 再咬起一勺甘露香湯 替佛生沐浴 还是祈求这个疫情赶快离开 大家能够平安 真的这个日子大家都不好 因为这个育佛节是每年都有举办 今年也是碰巧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育佛的意义很大 要洗去我们整年 我们的心灵的那个贪增磁 还有身体的健康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 是佛教释迦牟尼佛诞生日子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来庙里育佛的人少了许多 往年都会提供佛水 让信徒带回家 但今年疫情的因素取消了这项服务 今年是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本来这个是可以饮用的 今年是不赞成给他们饮用 把那个浴火来用就好 今年是下逢那个母亲节 所以我等一下 这个庙方有准备那个康乃信 送给大家 祝那个伟大的母亲节 母亲节快乐 慈云寺是基隆著名的寺庙 香客络绎不绝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人潮少了许多 庙方提醒 香客在替佛生沐浴 应该从肩膀顺序洒水 以净化身心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